卫福部所属医院在脸书公告 进口美猪瘦肉精量不多 对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 动员医院卫造引发卫福部大内宣争议 虽然诚实中否认 但却有医师揭露政府不敢说的事 在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试验 当于动物没有试验之后 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国民体奖来做试验 医师苏伟硕表示 美国有孕妇使用瘦肉精 申出自闭症孩子诉讼还在进行中 同时美国的动物与消费者团体 也控告政府开放使用瘦肉精 政府目前都拿Codex来说铁 但之前美国向联合国申请十年都没通过 最后是在两票之差 急剧争议情况下才列入 任何的东西我相信 就是这种长期或是过量的刺激 都有可能造成一些的风险 所以我们都也不断的 在整体上我们也宣导要均衡隐私 为正面回应瘦肉精对人体影响 只说宣导饮食均衡 陈时中日前上节目的这段话 同样引发质疑 一天吃一副 吃五到十年都不会有问题 一直不停地设计 20年30年之后 会不会产生我刚刚讲的影响一些神经功能 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致癌的一些风险 这都是要考虑的 不过对于标示专益 陈时中回应讲起来很容易 但执行面是有难度 因此下周期将会全台走透透 针对市场加工厂等处宣传 莱猪标示教育 记者阿公杨曼谢伟宜台北报道